大家好,今天是8月24日星期四 下星期便會進入期指結算 其實在這個星期一,大湖已經在部署期指結算 我們看看北水的問題 北水在這裏已經說了,流心有一點是向上的 現在看到真的向上多了 到今天,我又叫大家去流心 北水好像泥的時鐘少了一點 如果大家分開這裏看,這一節的北水是凍得幾多 這一節,我們看到它凍下來是凍得比較短 所以這個平均數字會上升 平均上升,即是來到這裏好像不夠水,不夠力 應該要怎樣呢?要像這邊這樣,繼續多點力 多點力上去時鐘才能累積到有升幅 指數是走起成交之後的 一定有錢 如江無水如蘭陽 好了 跟著我們看看 版塊方面 今天的版塊升又多了一點 多了一點時鐘就變成好東西了 不用想了 多了這麼多時 銀行差了一點 石油那些差了一點 煤灘差了一點 將大部分額帶來地產 和地產 地產 也會到達這裡 基本上 也是外面的 雖然可以 再大動其他東西 大動就是關你什麼事 我都不明白 不要理他 我們在這裡就很簡單了 繼續在這裡去看看 我們現在再看看旗子 旗子今天就在這裡 這裡我又再畫一個 經常是以前都做開畫的東西 第一 旗子在這裡走一個雙形的走勢 基本是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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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裡 現在就彈了上這裡 這裡 去到這裡 基本上要入底裡才行 進回圍才行 進回圍才有作圍 所以在這點裡面看看 可能 再跟著 會怎樣 如果能力能夠進回圍的話 站在上面 站在這裡 只有現在kat 選擇 那價值多滑 Glor 都需要有 暫時 有漫暫要看看 至少要升破5天的平均线 今天当然是这样,这里只是半周 我们要看看明天,全日计算是否升破昨天的高位 如果有的话,这才可以继续看上去 好了,我们再看完之后,我们看看有什么股票 今天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个是第一太平 第一太平,很简单 这个都是和印尼方面的GDP比较大关系